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专业的交易平台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平时很多时候就是跟一些初学的朋友 突然讲到option 大部分都是不明不白 而且就是说现在VIP用语言更难解释什么叫call 什么叫pulse 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实时的报价 然后实时去操作一遍 其实很坏很多人都明白 明白以后就不会再问了 但是如果一直在讲什么叫pulse 为什么这样做 那我就觉得比较难 那大家就是可以打开就是我的 用的option express 它是一个专业的期权的交易商 最后被charge up 别人也是一个上市公司 然后呢就被charge up收购了 说明加息理财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个市场 因为现在随着一些 比如说weekly option 就是选择期权的产生 大家只要五百块钱两百块钱一千块钱五千块钱 就可以做到很多有钱人 应该说有钱人玩的游戏 以前期权是我们叫做 求人去玩有钱人的游戏 就是你用肖下的钱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那么我想跟大家解释就是说这个平台 我用了很多年 也就是比较熟悉它的因为它是专业的期权平台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最新的一个功能 就叫work limit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因为期权有一个很大的 原来由于玩的人比较少了 所以它的差价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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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会有二十个百分之二十的一个波动 就是一个差价 这样的话 就是说投资人一进去 一买这个期权就可能输掉百分之二十 但是如果把Bitask 就是有这种功能的话 这种专业平台就会 这个差价非常非常少 待会儿我们会看到 一打开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整个的大家都知道 一个整个账户的情况 那么我们做期权 因为今天是我讲第一讲 其实我对其他的不是说了解 我们以后有不同的老师来讲 第一年级的第二年级 第三年级第四年级的不同的课程 包括像credit spread 什么strädel 还有就是期权里面花样非常多 还有蝴蝶啊这些 那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怎么样去交易 第一步你就要找到option chain 我们叫期权链 期权链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阿里巴巴的股票 他有最近的期权 比如说是这一周五 一般期权都是每周五就过期 一直到两年三年以后 这个阿里巴巴的一个执行权 那么我们怎么去找到呢 麻烦我们同事呢 来点那个quote这一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option chain 它就英文叫option chance 然后我们去了这个option chain以后呢 我们在这个代号里面打进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 八八的股票 BABA 然后我们这里有不同的态度 对吧 然后near the money more和all 我们就写near the money好了 我们写call和puts 用call和puts最简单的就是说买涨还是买跌 你看好这个股票要涨了 就买call 如果看好这个股票 要下跌了 就买puts 那么expiration就是什么时候 你选择什么时候到期 如果选择 October week 2 意思就是说 十月份的第二个星期的周五 就到期了 到时候无论你支不支行行权 这个期权就不存在了 那么我们再点这个的话 OK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直到2017年的1月份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时间越长 你的保险概率就越大 但是你花的成本就越高 如果你买的时间越短 我们来点这个 October week 2 我们讲这是最短的 然后我们就viewchain 就是看一下 我们看了巴黎 比如说我看了阿里巴巴 我能为这个股票要涨 股票要涨 我们往下这边拉一下 OK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我们的收盘价 是阿里巴巴 是涨了六毛三 八十八块三毛 什么叫in the money呢 就是如果说股价是八十八块 在八十八块 下面的我们叫in the money 这是在水钱之上 也就是说这些 集权都是赚钱的 那么有人说 阿里巴巴明天要被 当然阿里巴巴明天被苹果收购了 有人得到消息 那他最赚钱的就可能是 all the money 在八十八块三毛 上面的 就是比如说苹果是一百块钱 收购阿里巴巴 那么你在九十九块钱 买的这个股票 原来只是一毛钱 你被苹果一收购 就变成一块钱 这叫all the money 就是说现在是亏钱的 你如果一买进 你要赌这个苹果 这个阿里巴巴明天被苹果收购 当然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除非你有内线消息 所以很多人靠内线消息 他赚钱 从几万块钱 可以赚到百万千万的 都是赚 做这个我们叫all the money all the money 我的代名词 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期权 那么这边呢 上面这个call呢 就是买涨的 所有买涨的 这里是puts ok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最近的哈 就是十月的 明天就是周五 四点周五 纽约时间 这个期权就过期了 那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要买 因为它这个最便宜 而且最刺激 因为它的差价 是非常低的 如果我们看88块钱的话 它是九毛五对一块钱 ok 那么这个就是88块 你看是88块三毛 如果说明天 周四的时候 阿里巴巴从88块涨到89块 我们这一个期权 也会同样 从一块钱变成两块钱 或者一块钱变成一块半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花一块钱 它变成一块 我的回报率是50% 而且我买 ok 我买一口 我们叫是多少钱 是一百块钱 也就是说我阿里巴巴现在是88块三毛 明天如果大盘很好 涨一块钱 那么我一百块钱就变成50块钱 那么大家想想看 如果我买股票的话 我不可能 以后用一百块钱可以赚在阿里巴巴身上 因为阿里巴巴股价是88块钱 如果我买一千股 只花一千块钱 就可以买一千股的阿里巴巴的股票 如果阿里巴巴涨一块钱 就变两千块钱 就是50%的回报 那同样的 如果你阿里巴巴从88块三毛 变成87块三毛 那你的这个期权就会怎么样 就会缩水 只变五毛了 所以呢 我们 这个扣 如果你看见阿里巴巴的话 你就是 我们讲 in the money 就是说 赚钱的就是应该倒过来算 就是89块钱 是 这所有的就是in the money 这个所以out the money 那有人说 明天阿里巴巴会有巨大的 坏消息 比如说业绩不好啊 或者怎么样 那么我赌它 你看这个85块 如果明天马云要报业绩 你知道这个业绩会非常不好 然后你赌 只要五毛五分钱的一毛钱 也就是说你买一千股的阿里巴巴的期权 只要一百块钱 然后 如果真的像你说说的 那你这个一千块钱 就可能 一千一毛钱 就是一百块钱 可能变成五百 甚至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非常适合咱们中国人的 第一的特点 那么就是抛赌 抛炒股票 因为中国人大部分 散户都抱有炒股票的概念 不是来做投资 那么有一些 我们的一些朋友 他说 我没时间看 另外我也是想 看中这个期权 他所给出的杠杆 给出的方便 比如说我有一百万的资产 我可以拿十万块钱 买我想买的股票 我认为同样 大部分人买股票 都是买涨买跌 没有一个人说 哎呀我好喜欢这家公司 我就成为他永远股东 那么有什么其他方法 我们就讲过 就是可以用 Lips的方法 那么我讲到这里呢 我们再详细 先做那个 Weekly Option 那么如果我喜欢 88块 这个明天我认为 大盘还会涨 那么我就点这个 Tray 这个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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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点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月份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 很多公司报业细 那么88 Weekly Tool 88块钱 call 我们这个叫 buy to open 就是刚才 Jason讲了 问了 就是叫 我们讲就是 开仓 如果你要 有了这个仓位 你就叫 sell to close 然后你点入这个 打入这个 十口 十口就是 一千股 OK 然后你买 limit market limit stop 这句大家都懂 这个 OK limit 我们可以看到 右手边是 9毛5对1块 那么 你们可以直接 买1块钱 或者说 9毛6都可以 假设说 我们现在放进 0.96 我就在9毛5 和1块钱之间 打入这个 代号 打入这个 0.96 OK 然后 duration 就是day order OK 还有这个 advanced order 点一下这个 我给大家解释 这个 是一个非常好的 有点像 咱们做外汇 很多人做过 外汇的话 就是 以前我们做外汇 叫OCO的功能 就是说 很多朋友 在晚上 或者说 在早上 做股票的时候 他经常要出去 那么 如果 如果 Alibaba 比如说 我最多 就让他亏到 8毛 我这个 OCO Option One Trag Other 我就按 点这个 One Trag Other 这个 OK 我就点这个 然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一成交 1块钱 9毛5了 我同时 就有一个 紫银和 紫存 就挂在那边 那我出去了 我涨到 一块 我赚了 200块 我就跑了 因为200块 减掉 佣金 12块 9毛5 再加乱七八糟 13 14块钱 我还有180块钱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也是一个不错的收入 那么如果我跌了 跌到8毛5 我也可以自动止损 所以 一个止盈 一个止损 就挂在那里 那我们现在 就按 Permit Order 这个是Alibaba的股票 这是Alibaba的期权 有论 有论